欢迎您继续收看聚焦天下 花可以使人们心情愉悦 这就是为什么自古以来 春游一直是大家所喜爱的活动 天下卫视在这一次与松立假期 攜手合作所推出的日本北海道 春赏双阴八天六夜游 就是让大家能够只剩下的 生于花海之中 我们现在非常开心地请到了 松立假期的总裁 Jenny来到节目中 Jenny 你好 小玲 你好 对 这一次北海道选到非常好的时间 就刚好是五月份 一年一度 知音盛开的时间 是 我想问一下Jenny 因为就是我们这次 其实知音是我们这一次旅游的主轴 那到底知音跟樱花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好大的不一样 它都是樱花 但是不同的种类 一般的樱花大家很喜欢做 到樱花季节去看 去朝圣看的那个樱花 是长在树上面的 这一根树 然后樱花是在树上面 这个知音是贴在土上长的 对 它等于是像是一层一整片 像一个被子 像彩被一样 就沿着这个山坡这样沿路地 这样长下来的 是的 没错 它是长在山坡上 因为贴着泥土在长 所以它就如果是在整片山坡 都种满了知音的话 那就整个山是粉红色的山 对 是非常的漂亮 所以冬早那里有这个知音公园 是每年大家都喜欢去朝圣的地方 如果你是想去看樱花散花的 这时候是最好的季节 你贴着好的话 你也许可能看到两种樱花 你都看得到 尤其你去到这知音公园的时候 你好像你自己身在一个 自己在那边照相 就好像这些知音都包围了你一样的感觉 你身在万花那个桶里面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值得 大家去观赏的 再加上这个知音 长了那么多 那么大的公园 几坡 山坡的知音 不是到处都有的 只有北海道这个地方 才有那么大的知音公园 所以说我们这一次的旅游是 天时再加上地利 对 如果您来参与的话 就是人和了 没错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满山遍野的 像大地披上一层彩背的这个知音 同时我们还是有机会 如果天气够冷的话 我们仍然可以穿梭在这个樱花丛里面 是 没错 再漫步在这个里面 没错 这想一想都觉得超级浪漫的 是的 为什么每年到五月份 房间是一房难求 也就是因为大家都要去朝圣这个樱花 然后在这个季节 不只是樱花 你去北海道 有很多花可以给你看到 那还有什么花 我们可以这次一起欣赏的 打个比方 你会去到富良野 富良野就出了名 有那个花田 花田就是好像彩色一样 那当花有没有那么盛开 就完全要看 有时候也要天气 但是我知道我知音已经去那么多年 一定在那个时间是开的 对 然后还有看到什么 我们也看到一个是去郁金香 就是那个荷兰的国华 对不对 你去到北海道 你有看到满片一个很大的 这一个郁金香公园 好像你去到荷兰一样 所以日本也可以看到郁金香 是的 非常漂亮 那是不是因为这个气候的关系 它跟这个荷兰的纬度是差不多的 没错 你知道这个知音公园 叫东早知音公园 为什么它的知音 知音樱花开得那么漂亮 因为知音的樱花空气要好 水质要好 才有办法开得那么漂亮 所以去到那边的空气各方面 都是非常清新的 刚才这个Jenny已经谈到了 有富田的这个花田 是的 我们要去东早晴 樱枝这个知音的公园 对 是的 也要去看郁金香 可是我在你们的网站上看到 有一个行程是叫做四季彩之秋 那这又是看什么呢 这个复制也是一样 但是它到夏天的花开得会更多一点 因为那个有点是夏天的花 然后它是彩色 就好像你看到七彩的花园 就是这样一条一条不同颜色的花 是 也是非常的漂亮 真的想到了就觉得让人心旷神怡 没错 所以这个季节去北海道是非常棒 你看看了这些花盛开 你金花怒放 对不对 心情也非常好 然后再加上空气非常清新 因为五月初是北海道万物重生的时候 为什么呢 因为都是冬天 很多东西都复苏重新重生的这种感觉 所以你感觉到非常地一个 好像重生 然后不管是空气 花香这方面 都让你真的是心旷神怡 对 所以是非常好的季节 去这个北海道的 对 那么我们看到了 北海道有这么多的花 可以让我们去赏心悦目之外 其实这一次Janny还要带我们去看一些 大自然的景观 那当然 因为我们这次的行程 可以是我们走到比较深度的一个北海道 不是只是在千岁 还有在小尊那里玩一玩 不是 我们一直走到最北的北海道 然后还走到知青公园 所以可以说我们走到王走 知床 还走到石胜 所以石胜也是非常出名的一个 温泉区 温泉的故乡 对 就在石胜 那Janny刚才讲到了王走 那王走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行程呢 王走也是有很多的温泉 那王走一下来这里呢 就是去到知床 知床五湖是非常出名的 知床这个地方呢 是日本人认为他们最尽头的一个城市 是这个知床五湖 那它是一个文化自然遗产 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看的 甚至于这个知床里面有一些藻类的东西 不是很多地方都有 它都滚得像一个圆球 但是它是一根那个海草 这样子长得一直滚跟滚 听说要长几百年 再滚成一个小小的小圆球 真的 所以我们如果有兴趣 可以看到这个小圆球的话就知道 不是你们有兴趣 我们有排进来这个行程 我们一定会看到 对 一定会看到 对 太棒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 这个早的小圆球的时候就要知道 它已经历经了是几百年的 这个时间历程的一个轨迹的产物 是的 难怪要把它列为这个世界的自然遗产 对 是的 对 然后我们这次也会去 日本的大雪山国立公园 是的 我们也会去到那里 所以这一次看的东西蛮多的 有花也有大自然的风景 当也有一些文化的 就是在北海道一些文化的东西 那当温泉是一定有的 我们住四个晚上的温泉 而且我们还出了四个晚上温泉 我们还在这个不同的地方是住的 打个比方 我们第一个晚上的温泉 不是第一个晚上到北海道 我们第一个晚上到北海道之后 我们住宿圈穗 对 那我们这一会晚上 我们就去到这个沙波罗 也就是小尊那个区块 那个城市 就等于北海道的城市 那我们四个晚上 第二个晚上我们住在 陈英霞的那个温泉酒店 陈英霞酒店跟石胜的温泉 也有不一样的 所以石胜他们叫美人汤 对皮肤是特别好的 尤其是女孩子 泡完了之后我发现我的皮肤 都不用擦泳衣 这是非常地明显 Jenny 那我想有一个问题 我一定要来请问你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 松立一向走一个是高品质 是的 精致的旅游 没错 所以就是说 有一些行程是 我们要住温泉酒店 但是我没有时间 我们没有时间让你泡汤 就让你睡个觉 隔天就赶快地走了 那我们的行程 是不是真的能够有时间 好好地来享受这个泡汤的这个 那当然 因为我觉得 你入住了温泉酒店 你不去泡汤 那我觉得比较 太浪费了 不是 比较不合逻辑吧 对 所以我们通常 如果住温泉酒店 我们都要你比较早 就是说入住温泉酒店 对 因为早一点入住酒店 整个温泉酒店也是有风景的 然后也有它特色的地方 一样去看 那我们住的温泉酒店 都是蛮大的温泉酒店 而且都是百万名堂 我刚才讲 之所以我们上一集有讲过了 是属于百万名堂 那为什么要早一点进去呢 日本的那个看到温泉的标志 你不知道看到三条烟 就是三条 对不对 是什么意思 你进入了之后 这是第一泡 第二泡就是你泡完第一泡出来 穿着他们的浴袍酒店 那个不是衣服 那个叫浴袍 穿着他们的酒店 准备大家都穿一样的浴袍 到宴席厅里面 直接开吃 对 孩子坐在榻榻米上面 吃他们的怀食料理 这就是他们的风俗 对不对 好 吃完饭了之后 你在浴袍里面 大家在那边逛一逛 玩点游戏 唱个卡拉OK 等到你要去睡觉以前 再去泡一泡 这第二泡 第二泡 好 好 第三泡就是在你白天早上 醒来的时候再去泡一泡 所以就是泡三泡 所以三根烟是要泡三次 对 松立假期一直秉持着 以提供高品质精致的旅游服务 这也是为什么 这个天下卫视选择和松立假期 在这一次联手推出了 日本北海道八天六夜游 如果你想要跟我们一起 还放来置身花海的话 立刻拨打音频商的电话号码 来与松立假期联络 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 Jenny来到节目中 谢谢 也谢谢您的观赏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